好 繼續小火 煎多8至9分鐘 看到了 底面的顏色也很漂亮 我們平底鍋麵包就完成了 大家好 我是Jun Sir 這條影片會分享什麼呢 這條影片會分享一個非常有用的 萬用平底鍋麵團 說到平底鍋麵團 今次的影片是不需要開焗爐的 所以這條影片適合什麼呢 適合一些沒有焗爐的同學 又或者是有時開焗爐也懶惰 打算按個按鈕 在Pan上搞定給同學 這個萬用平底鍋麵團的做法是非常簡單 我也不用廚師機 用手刷來示範 而且它的味道無論是配搭鹹味的餡料 或者配搭一些甜的餡料 也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就叫做萬用平底鍋麵團 先介紹介紹一下 到底這個萬用平底鍋麵團要怎樣做呢 我現在就開始了 好 現在開始了 首先加入高筋麵團 鹽 糖 也是用懸糖 酵母 全脂奶粉 無而謀有 還有食用水 把所有材料攪拌均勻 然後再拆開 再拆開光滑 水 把所有材料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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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麵團攪拌均勻 好 把麵團攪拌均勻 把麵團攪拌均勻 我們先做第一次發酵 大約1小時後 麵團攪拌均勻 差不多1倍大了 然後把它分割為4份 把麵團攪拌均勻 慢慢收拌均勻 做一個圓形 把麵團攪拌均勻 然後再鬆弛15分鐘 15分鐘就過了 餡料很個人喜好 而我今天的建議就是 瘦仔比較喜歡的芝士肉鬆 我今天就用這些奢達芝士 其實一片已經可以 包到4隻了 一片開4隻 這樣一片開4 然後在鬆弛麵團 不斷地壓扁 把麵團攪拌均勻 把麵團攪拌均勻 首先先放一片仔芝士 然後把麵團攪拌均勻 再把麵團攪拌均勻 這樣可以擋住麵團攪拌均勻 方便收口 先把麵團攪拌均勻 然後再把麵團攪拌均勻 然後再拿4隻角 拿起它 輕輕地轉一個圈 這樣就包完一隻了 輕輕地壓扁 放一張入爐紙 好,很快來再一次 就可以了 放鬆弛麵團 按一下 拌勻後 放一片芝士片 適量的沙律醬 1斤肉鬆 先拿起左右兩個角 對折 上下對折 再包四個角 收好完成 完成後可以噴少許水在表面 不斷加芝麻 用材料蓋著 最後發酵 大約半小時 麵團發酵得很輕 把發酵的麵團 放進一個噴少許油的瓶子上 或者用易潔鍋也可以 現在開最小火 蓋上整個蓋子 等它大約8分鐘 大約8分鐘後 翻轉麵包 然後再蓋上蓋子 煎8至9分鐘 其實這些會為鍋盤而定的 好看 我們如何判斷包熟味呢 我們摸一條邊 如果一條邊夠乾身 即是不會黏黏黏的 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 看看底部 嘩 好熱 可以看到底部的顏色也很漂亮 好 那我們平底鍋麵包便完成了 嗯 又有芝士 又有肉鬆 又有沙拉醬 這樣包在裡面吃 超棒 好吃 好 看完這個影片示範之後 是不是很開心又學到一款 比較百搭的麵團呢 有信心煎的同學 可以一次過煎完四隻 如果沒有很信心 你可以兩隻兩隻去煎也可以 又或者兩隻都可以煎 兩隻放進焗爐的 普通焗爐去做一個普通的麵包 都可以的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裏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 記得訂閱 按LIKE Share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